Hello大家好,我是马克西,欢迎来到马克西说澳洲 今天是2021年的9月3日星期五,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不聊澳洲房产,来聊一下我自己 昨天去排队打辉瑞疫苗第一针的亲身经历 希望对于在澳洲的朋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如果是国内的朋友也可以看一看,了解一下 那首先我自己本身是希望在网上预约去打辉瑞疫苗的 但是试了几次就约不上,如果约的话也是要等三四周以后了 当天墨尔本这边开放我这个年龄段30来岁可以打疫苗的时候 整个网站大家有经历,在墨尔本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你根本登不上去,一登进去就是卡死的 我等了好多天以后总算可以顺利登陆了 一看预约的话要等到三周排外,那我就觉得时间有点长 后来在一个律师朋友的建议之下,了解到在Sankyuda这边 有一处流动的点是可以直接walking打疫苗 走进去就能打的,所以我昨天就过去了 而且昨天刚好是这边最后的一天开放 之后这个流动的打疫苗的点就关闭了 所以我也算是赶上一个末班车 整个打疫苗的过程呢,最长的时间花在哪里? 就是花在排队上面 我是8点半过去的,等到足足1点半才打上疫苗 可以说时间非常非常的长 那OK,我们先看一下我拍的现场的视频啊 我们现在镜头看到的这个蒙古包形状的建筑啊 就是打疫苗的点了 那这一处呢,是在Sankyuda 其实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我赶上了一个末班车 因为现在已经9月份了嘛 还是挺热的 而且排队呢,要排这么长时间 所以呢,我给大家建议啊 就是一定要带水啊 虽然你现场也可以要水 但是数量是不多的 最好呢,自己带上水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那如果你去打疫苗呢 刚好又是一个大前天 在室外的话呢,还得带上遮阳帽 排到这儿呢,进度就过半了 所以说呢,因为现场啊 是露天的嘛 因此呢,最好准备这个遮阳帽 刚才讲了 除此以外呢 如果你有防晒霜,也可以戴上 那现场工作人员呢 还是非常友好的 他们也会问你说 哎,要什么嘛 他们也有配备水 有配备一些防晒的工具 但我个人建议啊 如果去排队 你真的觉得要排那么长时间 人难受的话呢 最好是带一把小椅子 带个小板凳也可以 因为要知道排到后面 真的是脚好酸啊 你们想将近五个小时 我到最后就直接是坐在地上了 那如果呢,有一个板凳啊 肯定是会要好不少 还有一点呢,最好早一点去啊 我这边呢,是差不多八点半到的现场 九点钟开始,正是可以进入嘛 那其实已经有点晚了 我觉得下一次的话呢 我可能要五点半左右就过来 这样的队伍不会那么长 不然的话呢,你这个排队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长 尤其呢,如果说,哎,你想着我下午过来行不行 要知道现在已经九月份,天气转热了 下午呢,是天气最热 太阳又比较毒辣的时候 那时候排队你这个滋味啊 是非常非常酸爽的 所以呢,尽量不要哈 还有的话呢,就是打疫苗的整个过程 其实我个人来讲,没什么感觉 非常非常快 另外呢,他打之后呢,是给我这样一个单子啊 这个单子呢,我就不给大家读了 给大家看一下 简单的概念呢,就是说 OK,打这个疫苗可能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包括像疲劳,头痛,想睡觉 以及的这个手臂的部位酸痛 严重的话呢,会有心脏方面的一些后遗症出现 我的话倒还好 我当天打完的几个感觉 第一个是手臂比较酸痛 包括今天早上起来 手臂哪怕到现在都是酸痛的 因此啊,你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常用手打疫苗 不然真的是写字都不行啊 这个大家注意 还有一点呢,就是打疫苗呢 我出现的副作用就是比较疲惫 当天的话几乎就干不了什么事情 我是好好的睡了一觉 还有一点就是肚子特别容易饿 我在小红书上呢 也看到了一些朋友反馈这样的情况 但是呢,倒没有更严重的副作用出现了 所以总体来讲呢 我认为啊,大家都可以打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之前呢,看到小红书上啊 有一些朋友说什么进了ICU啊 然后非常难受啊 得了心肌炎啊 等等等等 我看了说实话是有点后怕的 但是呢,自己打完 包括我太太打完 觉得都还好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过分紧张 在澳洲的朋友 在墨尔本的朋友啊 我一定建议你们能早打的尽量去早打 那现场的华人呢 其实不算特别多啊 那可能因为Sanquita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本地的一个区 大概占比在15%左右吧 我觉得占比15%也不算太低了 很有可能的是一些华人像我一样的 慕名而来 觉得这个点不要预约直接就可以排上了 挺不错 所以呢,来排队的 打疫苗之前呢 他们也会给一张纸啊 就会问一些问题 主要呢就是问一下 你有没有一些严重的病史啊 包括有没有疑似新冠的症状等等等等 那这个都是比较常见的内容了 简单过一遍就好了 还有呢就是打完疫苗的话呢 他们其实是会强制啊 让你在原地待15分钟观察一下的 如果没有什么严重反应才会放走 那我觉得这一点来讲呢也是挺不错的 总体来讲呢 整个打疫苗的过程啊 时间都花在排队上 还是这个建议越早去越好 还有呢我也收集了一些很多人的一个小攻略吧 同样呢我分享给大家 第一点呢就是打疫苗的当天啊 不要空腹 一定要吃饱早饭再去 还有呢在打疫苗的过程中 因为排队时间比较长 你最好呢随身带着巧克力 这样的肚子饿的时候可以电电机 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点 这个是不是真实有效 我不确定 反正我照做了 就是说打疫苗之前呢 最好是服用一些维生素 比如说泡腾片或者水果 其实都是可以的 那还有一方面就是打疫苗之后 如果要尽量避免手臂的酸痛呢 可以试着像这样啊 就打疫苗之后多活动手臂 这样呢不会出现手臂僵硬 或者严重酸痛的情况 那我实践下来呢 感觉酸痛还是有 但确实不严重 这些讯息呢一并分享给大家作为参考 好的那这个呢就是 我打第一针辉瑞疫苗的整体的感受 总体来讲呢 现场竟然有序啊 控制的都不错 大家呢也是符合一定的社交距离 在那边排队的 但排队时间是真的长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早点去 索性赶个大岛去 这样呢不用这么受罪 排那么长的时间 其他的注意事项呢 刚才都说了 那三周以后我会打第二针 第二针打完的感觉呢 我就不再做视频了 我可能会直接放在微头条上 分享给大家 好的那今天内容就是这些了 希望我打疫苗的亲身经历啊 对大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那我这边呢主要还是做房产的嘛 所以呢最后还是打一个小广告 如果呢需要领取本周的福利 澳洲卖房流程指南 以及呢如果你需要给你在木奥本的房子 做一个估价的话呢都可以私信找到我 那今天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